现在的话 什么都做得出来 来 宇宙 来 宇宙 来 宇宙 师傅 别抓前面那辆车 来 来 来 回来 你刚才说什么了 你想说什么 刚从监狱里出来是吧 你觉得监狱这词不好听啊 你在照顾我的感受是吗 杜小苏我讨厌你 我讨厌你现在看着我的目光 这算什么 同情啊 不 是可怜我是吗 我不是同情你 我也不是可怜你 我是在关心你 因为在我心里 你还是以前那个雷宇正 你顺我转世吗 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呢 我去看你的时候你是这个样子 你现在对我还是这个样子 你接受我对你的关心就这么难吗 杜小苏 你的关心在我这儿 纯属多余 好 你可以不接受 但是我今天管定你了 给我回家 走 你起来 你见过我爸吗 我爸现在这个样子是谁害的 是我 是我爸我爸还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有点回去吗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那是因为脑中风的后遗症 你自己都知道 这种病 好的几率就毁灵 走 走 我自己追死是我自己的事 你走 雷雨震你伤心你难过你委屈我都理解你 可是你是一个男人 你就是要扛起这份责任 你爸现在已经这样子了 你在这儿怨天怨地怨自己有用吗 你爸就能好起来吗 是 你现在是挺难的 可是这个世界上哪个家 哪个人没有一点难处 你要喝是吧 我陪你喝 你疯了 你疯了 你不是也疯了吗 要疯咱俩一起疯了 你疯了 杜耀苏 你到现在都没明白 我是为了你好 我是个衰新 谁接近我 谁就倒霉 之前是真如 现在是我爸 滚 我是不会走的 我就知道 我 没有 没有 我 你 那 你看 我 你 怎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这都是您上山下乡的战友 这些人都是谁呀 我怎么一个不认识 万华 对 我要找的是万华 您还记得她 万华是我爱人 妈 我把她弄丢了 是我的错 我得把她找回来 爸 这都几点钟了 她都走了那么多年了 你找她干什么呀 你胡说 她刚才还在这儿呢 这一转眼就不见了 走 爸 我去找她 你上哪儿去找她呀 老雷总 你这是怎么了 棉花糖 棉花糖 好 慢点啊 来 拿着 你看看 还是棉花糖对我好吧 来 眼镜得摘了 一天再晚气我 好 爸 以后啊 我答应绝对不再气您了 好好休息 你们俩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你们俩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怎么能不告诉我呢 爸 您误会了 小苏 棉花糖她是我的朋友 人家还没结婚呢 没结婚 你们到现在还没澄清啊 那她怎么天天在我们家 这可不行啊 要是因为你 拖拖拉拉的 让这么好的媳妇 给跑了 我拿你试问 你怎么还不自货 我 我去哪儿啊 你不是说开会吗 你就不像我啊 想当年 我可是天天吃住在公司啊 才能把雨天做到现在这么大 做老总的 那能像你这样休闲呢 是 是 她现在马上 她马上就走了 敢不听我的话 来 唐好 以后她要欺负你 你这告诉我 我收拾她 好嘞 嗯 好了 我应该休息了啊 来 闭上眼睛 来 这一天 把你累得够呛吧 打给你了 没什么 怎么办 脑中风的病人 就是这样子的 一会儿清楚 一会儿又糊涂 而且 也会无缘无故地发脾气 这些都是正常的表现 所以你要特别有耐心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不过我爸 现在就是我的一切 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情人了 再怎么样 我也得照顾她呀 这是你妈妈吗 你妈妈长得真漂亮 一看就是大家闺秀 特别有气质 我只是听说 外公家是江南赫赫有名的大户 他们是我妈妈为掌上名著 当时我爸认识我妈的时候 她都还是个穷学生 他们俩的婚姻 受到了外公和外婆 极力的反对 那你妈妈 一定特别爱你爸爸 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可是随着我爸的事业 越来越忙 他们两个就开始吵 越吵越凶 算了 不聊这些了 其实长辈们的感情 我们做小辈的 很难去评判 谁又能想到 邵姨是我爸的初恋呢 他是那么地反对我跟振荣 可是说实话 我从来就没有真的怪过他 只能说 造话弄人吧 对于过去的事情 我们并不是那么了解 将来的事情又难以把控 所以还不如乐观地面对当下 好好地对待自己身边的人 不好意思 我说多了 你 你的工作室刚开张 应该有很多事情要忙吧 我爸这边 就不捞你操心了 雷宇峥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照顾老雷总 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 我明天 还是会过来看望老雷总的 我先走了 夏儿来了 这么点时间 你已经赶了这么多了 可以啊 你看看 你得把两头夹上 这儿 包住 这样洗一下 这样 棉花糖 丑猫 饺子包好了吗 快了 快了 爸 您再等等啊 星期吃不了热饺子 我不要吃你的 我要吃棉花糖包的 雷宇峥 你听听 还是老雷总赏脸 你说我这给你裹乱呢 我这叫给你锦上添花 都不知道我爸 为什么那么向着你 雷宇峥 看不出来啊 你也有钱人 大老总 居然还会赶饺子皮 还会包饺子 跟少爷学的 那会儿啊 我爸特爱吃饺子 可他自己又懒得学 也不会包 我啊 就索性天天混在少爷家里 还有啊 你憋一口一个 老总 老总 老总的 那是之前的事 我现在啊 只想安安心心地 把他病治好 做个孝顺儿子